他结婚第二天 就被婆家扫地出门 眼见姐姐被欺负 小姨子不乐意了 只见他双手插腰 喊来了街坊自理 他让大家平平 自己的姐姐卖了所有的家当 给公婆买房子 但却被他们无情地赶了出来 这位公公还是教书育人的老师 这算哪门子的书香门第 哎还别说 公婆被这小姨子怼得干瞪眼 邻居们也在一旁议论起公婆的人品 眼见没法收场 他们只能把儿媳妇小霞和妹妹先请进家里 原来啊 小霞父母双亡 他和妹妹相依为命 为了孝敬公婆 他卖掉了父母留给自己的房具 给公婆买了大房 未婚夫也将房本交给了婆婆 这本来是好事对吧 可公婆为啥要赶她走 原来小霞和丈夫在举行完婚礼之后 丈夫就出车祸死 但同行的小霞却活了下 于是公婆认定是小霞这个上门心害死了儿子 更何况婚前他们就看不上这个儿媳妇 认为小霞能嫁进他们家子攀了高居 无奈儿子和小霞的感情极好 这才同意了这门亲死 现在儿子死了 公婆就以两人没有登记为有 要将他赶走 好在妹妹替他出头 让对方先把买房的钱还给他们 这时双方都不肯让步 公婆一方面不想和小霞他们住在一起 但一时之间又拿不出那么多钱 小霞姐妹呢 因为卖了住宅 如果现在走的话 就要露宿街头了 而小霞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 就是大家以陌生人的身份 共同居住在这个家里 共同使用家里的东西 但互相之间都不侵犯对方的隐私 而面对刁砖的小姨子 这对公婆无时无刻都在想着 怎么把他们赶走 但当小霞真要搬走的时候 公婆却又舍不得他走 这又是为啥 原来啊 公公做了一个梦 梦里被一只大桃子砸中了头 而他将这个梦告诉了老二 婆婆马上说这是胎梦 可他们家谁会怀孕 难道是小霞 而小霞的种种迹象 也显示了他确实怀有声韵 首先他每天都会买酸奶 其次小姨子的话 也验证了这件事情 所以当小霞决定要搬走的时候 公婆的态度才有了180度大转弯 可小霞真的怀孕了吗 其实并没有 那小姨子口中的孩子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小霞之所以要留在国家 就是因为他和丈夫的感情非常好 而小霞一直在调查丈夫的死 那天肇事司机明明是个女人 而且他还从对方身上拽下了一个钥匙链 可当他们拿着钥匙链找到警察的时候 警察却一口咬定司机是个男人 车上并没有其他人 至于这种普通的钥匙链 满大街都死 而且司机已经死了 让他们不要再追究责任 他们从警局出来之后 越想越觉得事情可以 果然在他们走后 警察就将电话打给了幕后主使 而这个幕后主使正是女霸子 他随后就通知小夕 让他处理掉证据 随后小夕找到那家装柜 要走了他的客户身心 并且将和钥匙链有关的证据丢棄 小夕他们自然是扑了个红 但他们并没有放弃 他们一边拉起鹏区寻找目击症人 一边去司机家里蹲守小夕 但每次去家里都只有一个小女 小夕还不知道 小夕已经抛弃了这个妹妹 这一幕也被小夕看在眼里 而小夕怕妹妹说出她的事情 便决定送小女孩去孤儿院 但看着孤苦伶仃的小女孩 小夕决定暂时收养她 而这也是妹妹和小夕吵架的缘故 这天丈夫的好友小开找到小夕 他二话不说就跪在了小夕面前 他告诉小夕 那天他们开的婚车被人动了手脚 好友是替他出的车祸 而小夕也将肇事司机另有其人的事情 告诉了小开 而他们还不知道 那个肇事司机就是小开的女友 两人约定一定要查出真相 为死去的丈夫和好友报仇 而事情也在一年之后有了转机 小夕接到了目击症人的电话